嗨 大家好 我是Shar-Pa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真的迫不起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契爾氏寄給我的這些試用品 然後我真的是真的是超感動 我真的快哭了 因為我一直是契爾氏的就是腦粉 就是如果你有看我以前的影片的話 我就是一直以來都是用契爾氏的保養品 然後我真的真的超感動 我去年開始錄影片的時候 我第一支影片就已經有提到契爾氏的金斬花化妝水 然後這一瓶已經用到升降了 它不是那種會馬上讓你的臉榮光煥發 可是它就是會讓我像很容易泛紅啊 或者是很容易長痘痘的肌膚 比較舒緩一些 我現在就是真的我人生不能沒有它 最近新出了這一瓶金斬花蘆薈精華保濕凝凍 然後我就真的超級無敵相賣 結果居然讓我收到了這個契爾氏寄來的 我真的 你可以 我真的形容不出來我的感動 它還寄了全新的一瓶金斬花化妝水給我欸 它怎麼知道我已經快用完了 但他們這次總共寄給我三樣東西 就是一個是金斬花植物精華化妝水 還有剛講的這個凝凍 金斬花植物精華泡泡凝露 然後這一瓶我去拿給你看 身為金斬花腦粉 我早就已經買了大瓶的OK 歐吹歐吹我跟妳講 這個兩個我早就已經買了 我覺得光是金斬花本身的香味對我來說 就已經加分三萬分了 因為金斬花味道有點像菊花茶 我真的很期待要跟大家分享 它寫說 謝謝你參加 齊爾氏金斬花乳味精華保濕凝露食用活動 我們一直都很喜歡你的YouTube影片 帶你試用 blahblahblah 齊爾氏 love you 它的文宣寫了非常的多東西 超越保濕面膜神奇金斬花 只要五分鐘 blahblah 自從用了金斬花化妝水 我並不是就沒有長痘痘 當然我的皮膚韌性就是韌性 相長就是會長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金斬花化妝水就是 讓我的皮膚比較舒緩 然後敏感的泛紅我覺得是最大的改善 那今天就來介紹這一個 動模 其實我已經有打開過 可是我還沒用過 因為我想要聞它的味道 它聞起來很像 coco的蜂蜜檸檬蘆蕙的味道 它 我覺得它檸檬味很重欸 它是就是一個動模的感覺 不太會流下來 敷臉的話 比較不會一直滴水 這樣會讓我很想要敷了就去睡覺欸 很捨不得把它洗掉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些金斬花的花瓣在裡面 已經快要化掉的那種感覺的金斬花在裡面 會來就是測試看看這個到底好不好用 嗨 現在是隔一天的早上 我只會上這一半邊臉 然後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那個差異 欸其實它沒有說是要後敷還是什麼薄敷欸 不過我就是 中間敷 好這樣大概就敷完了 涼涼的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感覺到什麼刺激感 就是 就是只是涼涼的而已 那就 五分鐘再回來 我剛剛已經把右半邊臉洗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眼袋最下面這邊的黑眼圈好像比較小一點 毛孔的話我覺得 就是這一邊這一塊有變得比較小一點 好像幾乎都快要看不到毛孔除了很大的毛孔以外 可是我覺得它泛紅就沒有變得比較好欸 就是我的鼻翼泛紅還是很嚴重 就是好像沒有比較大的改善 摸起來還蠻緊的我覺得 就是笑起來的時候 你看現在這邊就比較緊 然後因為我剛剛看它上面有寫說 敷五分鐘之後妝會比較服貼 所以我拿了我就是遮瑕力最高的遮瑕 來遮我這邊有一個痘痘 然後它確實是變得比較好上 因為以前我在上的時候 可能就是臉太乾然後毛孔比較大 上了之後就會 你會一直去搓它 因為你想要撫平那個毛孔 現在敷過之後 然後上遮瑕的話 就比較好上了 就不用在那邊一直搓老半天 我剛剛在敷的大概第三分鐘之後 我的鼻翼就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皮膚 真的是極度敏感的人 可以先去試用看看 或者是就是試用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個東西 那以上就是我用這一款 契爾式的金掌花蘆繪精華保濕凝凍兇心的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有一點幫助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